那接下来出包方式 那刚才我们讲的是自营方式 那考的比较多 那接下来呢 出包方式啊 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虽然说咱们教材呢 在这有一个比较大个的例题啊 教材有一个大个的例题 但是历年考试啊 确实在这块 其实出题并没有特别多 你说能不能出大题 可以 但是确实这块呢 它其实并不难了 是吧 因为出包嘛 说白了你只管给钱 你给钱就往再建工程寄就行了 实际上这块啊 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购买了一项建筑安装服务 人家给你借 你只管出钱 那不就是你花的钱 你就往再建工程寄就完了吧 就这么点事 你花钱了吗 花钱 你花钱就往再建工程寄 那有什么难的 是出包方式很简单 借再建工程 代用存款吗 不就是啊 是吧 有出包方式建造固定资产的 距离支出 由建造承包商核算啊 说建造承包商 他去核算距离支出去 什么料工费啊 成本构成 咱可不管 是吧 咱就只管花钱 往再建工程走就行了 对吧 所以这是 我们这种出包方式啊 他的一个 这个业务 当然了 对建造承包商来讲的话呢 他的核算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后面讲到收入 就会讲 这里面其实对他来讲 他是拿到了一个建造合同 是吧 所以对建造承包商来讲 是吧 其实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建造合同 咱们老的准则啊 是吧 06年发布的老准则 是有单独一号准则 叫建造合同的 当然咱们现在 18年新的收入准则发布之后 他把这个老准则给的 就是作废了 现在就是按照新的收入准则 来去处理就可以了 所以对建造承包商来讲 他要确认建筑安装服务的相关收入 是吧 我们后面呢 讲到收入那张的时候 再讲这个建造承包商那边怎么核算 咱们现在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初包方 他就很简单 那走再建工程就可以了 实际上就成为了 企业与建造承包商的结算科目 那么企业将与建造承包商结算的工程价款 作为工程成本 是吧 统一通过再建工程科目进行核算 那么提示啊 企业不需要耗用原材料成本产品 也不需要支付人工工资 他只需要支付给建造承包商工程款 打包了吗 是吧 什么料工费啊 他不管 是吧 打包 出包出包的意思就是 打包我出给你 你给我建 只需要支付给建造承包商工程款 好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通过这个图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实际上就出包企业向建造承包商购买了一项建筑安装服务 所以说出包企业要花钱 出包企业要花钱 那么他花的钱这个支出 当然了 我们还是本着购买法的原理 寄到相关资产成本 什么资产呢 在建工程 所以说出包企业给建造承包商的钱 那我们要寄到建筑工程支出 安装工程支出 当然还有一个代摊支出 是吧 那么这个建筑工程 那就说的是建房子的情况 安装工程啊 说的是安装一些设备啊 所以建筑的话呢 针对的是不动产 上边针对的是不动产 那下边针对的是动产 好 那现在解释一下 什么叫代摊支出呢 就是我发生了一些支出 我好像我搞不清 到底是建筑工程的支出 还是安装工程支出 我搞不清 那就这些支出啊 是建筑工程要用 安装工程也要用 那就说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制造费用 咱们普通的工业制造企业 当中的一块制造费用吗 它是一块间接费用 那说白了 是吧 它不是间接费用吗 它间接的不是直接的 没法直接归集到某某工程里面去 所以显然也就意味着 这个代摊支出是等待摊销的 摊销到哪去啊 摊销到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里面去 那到底有哪些支出呢 接下来就解释了 是吧 说代摊支出是什么意思 是指在建设期间发生的 那大家这个不是废话吗 那肯定是建设期间发生的 如果不是建设期间发生的 那就不计在建工程了 是吧 说不能直接记录 不能直接记录某项固定资产价值 说是哪个建筑工程的 不知道 是哪个安装工程的 也不知道 大家伙一起负担的 是吧 而且呢 由所建造固定资产 共同负担的 共同负担 说白了 它是一项间接费用 那么相关费用包括什么呢 包括为建造工程发生的管理费啊 可行刑研究费啊 临时设施费啊 公证费啊 监理费啊 应负担的税金啊 前面这些那了解熟悉就可以了 是吧 你看到的时候 你知道啊 这会儿呢 肯定是工程相关的 是吧 什么临时设施啊 公证费 监理费 这个你 是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那这个属于跟工程相关的开支 那当然要知道工程成本了 好 那么下边我标黄的这些啊 你是需要加强记忆的 是吧 标黄的这些是可以考大 打题的 跟其他章节有关联的 第一个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 这个啊 符合资本化条件 借款费用 就是借款利息资本化的问题 借款费用资本化 我们后面单独有一张 职工薪酬及借款费用 其中 借款费用这块是可以出大题的 历史上考过大题 资本化条件 这块费用既在建工程了 在建工程 待滩之初啊 所以这块是可以考大题的 另外 建设期间 发生的工程物资的盘亏 报废回损 净损室啊 这个前面我们是不是讲了 工程物资盘亏报废回损净净室啊 是建设期间的 今天不是说了吗 只要是建设期间发生的 那就要既在建工程 那其实就属于设立的 待谈之初 当然其实也包括盘营 是吧 盘亏报废回损 报盘营 盘营也是啊 盘营的话 那不就冲在建工程吗 那确实也包括 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叫 附和联合式车费 这个附和联合式车 说白了 就是说这个生产线呢 我们已经建造差不多了 咱们试一试 是吧 什么叫试车呀 就是车间吗 试生产 是吧 我们的生产车间啊 我们满附和的运行一下 是吧 联合的这个试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车间 是吧 看看能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那么相关的发生的相关费用 就要附和联合式车费 注意啊 这块呢 有一定的变化 咱们准则解释第15号 在2021年12月31号 刚发布的 这块我后面再给你解释解释啊 好 我标黄这些 你要重点掌握 要重点掌握 这块呢 是要寄到我们再建工程 代摊支出里面的 好 那这样代摊支出寄进来之后 接下来我们等到工程都已经建造完成了 我们要给它分下去 那最后要给它分配下去 所以要分摊到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就是某一些具体工程里面去 因为大家是共同负担的吗 是吧 那怎么分呢 这里面就有一些公式了 要计算一个分摊率 那么这个分摊率啊 就是用总的代摊支出 就下面这个总的代摊支出 除以建筑工程支出 加上安装工程支出 就是除以你要分摊的 是吧 你要分给谁 那你就除以谁 所以说就除以啊 这个分配标准嘛 是吧 这个算出来是分摊率啊 然后再来算 某工程应分配的代摊支出 那就用该工程的建筑工程支出 加上该工程的安装工程支出 然后乘以代摊支出的分摊率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 对吧 这很好理解啊 你比如这里边呢 有AB两项工程 A工程和B工程 假如说累计的代摊支出 是一千万吧 是一千万元 然后呢 A工程这边呢 整个的是五千万 那B工程呢 是八千万啊 就是A工程和B工程 它的一个支出都 都已经合算完了嘛 那现在要把这个一千万 要分到 AB工程里面去 那怎么算啊 那 那算A的话 那A的工程应该分摊多少啊 那不就是用总的支出 一千万 除以建筑工程加安装工程 总的支出 那就五千加八千吧 五千加八千啊 五千加八千 所以总的工程嘛 然后再乘以 A的这个工程支出 是五千万啊 所以该工程嘛 是用该工程的 该工程的 那就再乘以五千呗 所以说 那这个不就是A工程应当分摊的 代摊支出吗 那很简单 说白了就是 你可以 用五千除以五千加八千 然后再乘一千也行 都一样的对吧 所以这个工程你说要背吗 不用背啊 背它干嘛 拿那么多要背的 所以说你看 你后边 这个不是分母上吗 这是分子 那不就是五千除以五千加八千吗 是吧 后面我圈起来这个 是不是就是五千 除以五千加八千 说白了就是 AB工程这个支出的比例 是吧 AB工程的这个支出的比例 按照各自的比例 乘以总的代摊支出 是吧 用这个A的这个工程支出的比例 乘以一千 那不就完了吗 所以这工程用背吗 不要背是吧 求求大家了 千万别背 好 那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钉字账流程图 那么我们要设置在建工程 以及科目 二级明信呢 包括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那建筑工程 那就核算建筑物的呗 安装工程 那就核算设备的 核算动产的 一个是不动产 一个动产 然后工程价款结算的时候 那就直接就营养存款 当然一可能有预付了 是吧 那就借在建工程 代营养存款 或者预付账款 加倍结算的时候 好 那么这个工程物资 怎么会有呢 我们后面立体啊 就会讲到 那么什么时候 用到工程物资啊 那其实说的就是什么 这种情况 说的是包工不包料 所以这个料啊 这个初包方说了 这个呢 你别管了 我给你买过来 是吧 工程物资 我给你买过来 我亲自买 买过来之后呢 你管 你给我安装就可以了 你给我建造 或者给我安装就可以了 比如说啊 这个某一个建筑工程 说建这个厂房 建厂房 厂房所用到的一些水泥 钢筋 出包方说了 我买 或者某一个型号我买 他不放心吧 他买呢 那就寄工程物资 工程物资 这个水泥钢筋 买过来之后 然后呢 再发给承包方 承包方建造承包商 那领到物资 那把它就寄到 在这工程里面去 那这个说白了 就是包工不包料 说白了 正常来讲 人家是没有他的 是吧 正常来讲都是 既然是出包嘛 出包就整个打包嘛 你就别管了 人家建造承包商 他去给你买工程物资去 他 他去管去 你只管出钱行了 所以这块呢 咱们后面教材立体 因为涉及到啊 所以说我把这个情况放在这儿来 那说的其实是包工不包料 好 然后呢 有一些代摊支出 那比如说管理费用啊 可信研究费啊 是吧 那么既在再建工程 代摊支出利别 然后代一项存款 或者预付账款 然后分摊的时候 好 那么后面不是要分摊吗 把这个代摊支出 分摊到建筑工程 和安装工程利别 是吧 当然了还要区分 是到底什么工程的啊 比如说A工程 B工程 A工程的建筑工程 A工程的安装工程 B工程的建筑 B工程的安装等等啊 反正是 就是核算对象嘛 把它分下去 这个我想很好理解 然后呢 如果说有增值的金项税额啊 那就把它记在界方 能抵护就可以了 这个不用说 然后呢 安装完工 建造完工 安装完工 整个的啊 在建工程完工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那就把整个的在建工程 转到固定资产啊 固定资产 建方增加 在房减少 在建工程 建方增加 在房减少 这个都是基本功了 是吧 啊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所发生的试车费用 就是我投入原材料 我这个车间 我试运行一下 看看能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所发生的试车费用 那就是在发生的时候 寄到在建工程代摊支出 好 代原材料 职工薪酬 银行存款等等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按照按照咱们刚刚发布的啊 2021年12月30号刚刚发布的 咱们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规定 企业将固定资产 那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以前 或者说研发过程当中 产出的产品或者副产品 对外销售的 以下统称试运行销售 那说白了不就是试车过程当中 所产出的一些产品或者副产品吗 包括一些样品 我们应当按我们强调啊 按照准则第14号收入 以及准则第1号存货的规定来去处理 那么他再次强调啊 说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 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记录当期损益 那说白了这个收入 那就是记主营业务收入 那么这个成本呢 那就记主营业务成本 是吧 那就当期损益吗 就刚才就这个吗 试车产品或者副产品 在销售的时候 就是记收入和相应的费用 说白了就正常做 是吧 说白了就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就是正常做就可以了 有同学 就第一年考的同学 可能会问老师他为什么强调这个 就是因为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不是这么讲的 之前的时候是这么讲的 说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 抵消相关成本后的金额 充解固定资产成本 或者说研发之处 之前就这么干的 现在明确了不能这么干 不能这么看了啊 以前的时候都说了 说你这个试车 你所生产的这些产品 或者副产品啊 那其实是为了测试这个车间 为了测试这个生产线 能不能用 那因此他构成了这个工程啊 这个生产线 这个车间的一项必要开支 应当记忆 这个生产线的工程成本 之前这么讲 但现在的话呢 是吧 现实当中你要这么弄的话 实际上是造成了我们固定资产 成本的是不复 我们实际当中很多的一些 试运型销售 有大量的试运型销售在进行的 后来发现把这个成本 固定资产成本都充没了 那肯定是不对的 不能充减 存货是存货 固定资产是固定资产 你要用存货 把固定资产充没了 那就坏事了 是吧 不能抵消 那现在就是说强调这个问题 是吧 所以说库存商品 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你该怎么核算怎么核算 按照第一号准则存货 是吧 生产的时候 既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是吧 借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成本截转 截转到库存商品 借库存商品 带生产成本 你该怎么做怎么做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跟我们这里的 这里所讲的固定资产 就没有联系啊 所以咱们现在实际上是简单了 那这样的话呢 系到我们代摊支出里面的 这个在建工程 包不包括这些产品 或者副产品的成本 以及销售收入啊 包不包括 不包括 好 这个对老考生 特别注意啊 因为这块咱们教材并没有 那为什么还讲呢 那那这块其实 还是要说清楚 因为教材是有这个概念的 附和联合试车费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是对这个概念的一个进一步的解释 并没有超纲 何况呢 咱们考试有些时候呢 包括注册会计师 咱们终极 还是需要大家支持面呢 要做到举一反三啊 根据咱们最新的准则解释第15号的规定 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准确的理解 好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只是投了试车 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测试费啊 就可以了 不包括产品相关的一些 这个售价和成本啊 不包括 好 那接下来看教材立题2-3 甲公司是一家化工企业 2020年5月份经过批准啊 启动硅酸钠项目建设工程 整个工程呢 包括建造新厂房和冷却循环系统 以及安装生产设备等三个单项工程 虽然说就三个嘛 一个是建造厂房 还有一个是建造冷却循环系统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安装生产设备 那其实就是有两个建筑工程 一个安装工程 2020年6月1号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将该项目出包给乙公司承建 来出包方式吗 这是教材立题 讲了一个出包的一个大立题 那么根据双方签订合同 建造新厂房的价款呢 是600万 建造冷却循环系统的价款呢 是400万 安装工程呢 这个安装费啊 是50万 好 那么三个工程嘛 说上述价款均不含增值税 建造期间发生有关经济业务如下 第一个业务 2020年6月10号 甲公司按照合同约定 向乙公司预付10%的备料款 100万元 其中厂房60万 冷却循环系统40万 那这个啊 这个是预付账款的 实际上是 是吧 预付100万 那一共多少钱啊 一共是1000万啊 这儿个600 这儿有个400 一共是1000万 10%那不就100万吗 那这个题很简单 所以说借预付账款 这是个资产类科目 资产增加 借预付账款 代银行存款100万元 好吧 这是正常的分路啊 这个是预付账款的分路 然后呢 20 你注意啊 这个地方我能不能记 再建工程注意了 因为这是预付 是吧 这是预付 这不叫结算啊 说这个预付 它不是结算 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100万计再建工程啊 它不是结算 是寄预付账款 好 第二个实项 2020年11月2号 建造厂房和冷却循环系统的工程进度达到50% 那这个时候叫什么 这个时候叫结算 来搞清楚 好 那么结算500万 怎么来的 一共是1000万啊 就是刚才前面不是说了吗 600加400 就这两个建造工程是1000万 那1000万 那么达到50%了吗 50%了那不是500万吗 所以500万怎么来的 就是1000万乘以50% 这么来的 500万 那么其中 是吧 厂房呢 是300万 就是600万一半 300万 冷却循环系统呢 是200万 就400万的一半 200万 好 结算500万 前面商已经预付了100万了 说现在只需要再给400万就可以了 是吧 是吧 乙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价款呢 是500万 增值税呢 是45万 甲公司抵扣了预付备料款之后 是吧 将余款通过银行转账付期 前面是预付了100吗 那现在呃 又一共是500 结算500 那说余款是400 是吧 所以余款是400万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啊 机械再建工程 然后带银行存款啊 那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还有这个进项税额的问题呢 啊 那么带银行存款是445万 前面有个预付账款是100万 好 那这里面呢 增值税啊 他告诉了啊 45万嘛 是吧 所以说总的价款实际上是545 那这里面是500 这个45 总的价款是545 这个45呢 就是按照9%的税率算出来的 就500万 500万是不含税的 乘以9%啊 建筑业的税率 就45万 所以说总价款545 前面是100啊 已经已经是预付了个100万 所以说545减100 哎 余款啊 那不是400 余款是445万 余款440 445万 所以说是带银行存款 445 因为净养税额 你要付钱吗 是净养税额 是45万 好 那么这俩确定了 预付账款给他充掉 是吧 预付账款给他充掉 那一共的话呢 带方是吧 带方那就表示 我一共是花了545万 带方就表示 你总的花的钱 545万 那么其中呢 净养税额是45万 然后剩下的话呢 那不就是 哎 就是关于这个厂房 和这个冷却循环系统 我一共花的钱吗 花多少钱 花到500万 哎 那么这俩呢 说的是不含税的价格 那寄到再建工程里边 那一定要说清楚 再建工程 乙公司 什么工程啊 建筑工程 那具体来讲 什么工程啊 厂房的建筑工程 冷却循环系统建筑工程 是寄在500万 好 这个叫结算的分路 那么结算的时候 再把它往再建工程里边寄 是吧 结算的时候 好 这是进度50%了 然后第三个资料 2020年12月8号 甲公司购入需要安装的设备 取得专票注明价款 是450万 增值税呢 是58万5000 好 通过银行存款转上支付啊 那么这个就简单了 一定要注意啊 购入需要安装的设备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有一项安装工程 对吧 安装生产设备 需要支付安装费是50万 好 那么这个设备 我们只是把让它安装 我们只是出包给乙公司 让他们给咱们安装 那这个设备 是不是咱们自己买啊 也就是包工不包料嘛 说白了就安装啊 你只管安装 设备你不用管 我来买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在把设备买过来之后 没有安装之前 是击打工程物资啊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先要走工程物资 是吧 只有等到把设备交付 我们的承包方的时候 再把工程物资转到再建工程 所以工程物资 450万金项税额 58万5千 一共是花了508万5千 好 是这个 然后第四个资料 2021年3月10号 建筑工程主体已经完工 也就是百分之百嘛 建筑工程 我们有两个建筑工程 百分之百完工了 甲公司与乙公司 办理工程价款结算 500万 好 这个是不含税的 是吧 500万 说厂房300万 冷却循环性总算是200万啊 那么跟前面是一样的 那么乙公司又开具了增值 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的500万 增值税还是45万 所以总价款 还是545万 甲公司通过银行转账 支付了上述款项 那么总的款项 那就是545万 这个就简单了 对吧 就没有预付的情况了 那直接啊 因为是结算吧 还是结算 只要是结算 那我们就计再建工程 所以说是借再建工程 厂房300 冷却循环性总200 那么这俩的话呢 一共是500万 一共是500 然后进行税额是45万 一共花多少钱呢 一共是花了545万 好 那这样到现在为止 建筑工程就完事了 是吧 建筑工程就完事了 那接下来看看安装工程 说4月1号愚人节 甲公司将设备运给现场交付承包方来安装 交付安装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工程物资转到再建工程 在哪啊 工程物资就这个 把这个450万的工程物资转到再建工程 所以说借在建工程 安装工程 450万 带工程物资 工程物资减少 安装工程 是吧 这个在建工程增加 所以说 安装工程 实际上是包括了这个设备的买价的 450万的 好 第六个资料 2021年5月10号 生产设备安装到位 所以安装工程 也安装完毕了 甲公司与公司办理设备安装价款结算 是吧 以公司开具专票啊 因为咱们甲公司相当于是购买了一项安装服务嘛 仍然是专票啊 著名的价款呢 安装费50万 进项税呢 是45000能抵扣 好 这个呢 仍然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款项 所以说是借在建工程 安装工程 50万 进项税额能抵扣45000啊 一共花了是54万5000 是吧 54万5000啊 这个很简单 那这都是基础的分路 哎 现在比较麻烦的事 就是第七个 就是关于涉及到贷摊支出了 说整个工程项目发生管理费 可行刑研究费 监理费 一共是花了30万 通过银行转账支付 那这个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什么 哎 说的其实就是贷摊支出 好 那么这些贷摊支出 30万 所以记在在建工程 贷摊支出 明晰科目当中 贷一项存款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把30万给它分下去 关键问题就是分摊的问题 计算问题 你不要出错 所以我们要计算分摊率啊 那就是按照 我们有三个工程 这三个工程 它的账面余额的比例 说白了 就是三项工程支出的比例 我总的 我分谁 我要把谁放分子上 然后分配标准 我放分母上 好 所以这个就是分配标准 这个要搞清楚 那这个标准怎么有四个数呢 是吧 一二三四 怎么有四个数啊 不是说三个工程吗 哎 这个也很好理解啊 六 首先咱们一个说啊 六百万和四百万 那前面咱们大家都知道了 一个是厂房的是吧 这个六百万呢 是厂房的 这个四百万啊 是冷却循环系统的 哎 关键是后面这个四百五十万和这个五十万 这个四百五十万是什么 这个四百五十万啊 实际上是设备的买价 对吧 比如说后面这里啊 是我们整个的安装工程的 对吧 安装工程上里啊 四百五十万加五十万 你不信咱们往前翻一翻 是吧 安装工程 这边有个五十万吧 是吧 有个五十万 安装工程 然后呢 再往前翻 这还有个四百五十万呢 也是安装工程 所以安装工程 这个明细账户的余额 是四百五 加上五十 是五百 对吧 所以不要忘了设备的这个价块啊 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按照厂房的这个建筑工程 厂房的这个明细 加上建筑工程 冷却循环系统的这个明细 再安装工程支出 好 这三个工程项目支出总额 作为分母 算出来分摊率是2% 然后再来分别计算 厂房分多少 冷却循环系统分多少 安装工程分多少 是吧 那就按什么来算呢 各自的是吧 厂房 刚才说了不就六百万吗 所以六百万乘2% 就十二万 冷却循环系统 那就四百万 四百万乘以2% 就八万 安装工程就这俩加起来 四百五加上五十就五百万 所以说是五百万乘以2% 就是十万 那这样这三个工程 他分摊的支出就算出来了 如果说有同学在这说 不大好理解 你也可以这么算啊 那比较于厂房为例 你也可以这么算 我们现在不是分谁啊 分这个代摊支出吗 不是分他吗 三十万吗 是吧 那就很简单 你可以这么算 直接就是用三十万 乘以厂房的这个工程支出的比例 那么厂房的话呢 不是六百万吗 所以说 把放在分子上六百 然后分母的话呢 就是三项工程支合 六百加四百 再加上这个啊 四百五加五十就是五百 是吧 所以你这么算 我觉得就更好理解啊 所以你别管他教材上 什么是分摊率啊 管他干嘛 你直接这么算是不是可以了 所以三十万的代摊支出总额 然后乘以厂房这个工程 它的一个工程支出的比例 因为厂房是花了六百万 是吧 然后下边分子呢 分母呢 分母就是所有工程 是吧 厂房的冷却循环系统的 还有安装工程的 把这三个工程总的支出加起来 厂房占的比例 那分下去不就完了吗 那么冷却循环系统 也是这么 也这么算 那就三十万乘以 四百除以这三数之合 安装工程也这么算 那就从三十万乘以 五百除以这三数之合 是吧 所以这个就表示一个分摊的比例 是不是更好理解啊 哎 是不是更好理解 那这样算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问题 基本上就快接近尾声了啊 那就是按照这三个数啊 厂房就是十二万 冷却系统呢 就是八万 安装工程呢 是十万 好 分别把它写过来 然后代方呢 就是把代摊支出啊 做减少 是吧 分别转到这三个系统当中 是吧 三个这个工程当中啊 建筑工程 是吧 两个 安装工程一个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代摊支出 这个科目还有余额吗 代摊支出 代方三十万 代摊支出就没有了 那接下来就只剩下什么 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 这两个二级明细了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算了 厂房的成本 那就是原来是六百万 再加上分过来的十二万 是吧 冷却系统原来是四百万 再加上分过来的八万 八万加过来 安装工程原来是五百万 五百万再加过来一个十万 五百一十万 是吧 原来是五百万吗 设备四百五十万 安装费五十万 那另外分过来代摊支出十万 那最终是五百一十万 好 那这样 最终就把各单项固定资产的成本 是吧 我们就把它给算出来了 我们就把它给算出来了 那最终做分路 说借固定资产六百一十二万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厂房啊 冷却循环系统呢 四百零八万 好 四百零八万 然后某某设备 就是这个设备啊 是五百一十万 好 五百一十万 那借方 然后代方的话呢 就把这两个建筑工程和这个安装工程做减少处理 那么借方做增加处理就可以了 代方减少 借方增加 那这样再建工程 这个账户就注销掉 那最终就剩下固定资产 这个科目 这是整个的出包方式 它整个的核算流程 其实计算起来呢 并没有特别复杂啊 那关键是你的心思啊 要清晰 是吧 一定要不能乱啊 不能乱 其实出包方式 是要比自营建造方式 是要简单的 你如果说 你觉得说 老师这个立体真挺麻烦的 是因为这里面的工程很多 一会儿厂房 一会儿冷却系统 一会儿什么设备 是吧 但是其实它的思路 它的这个原理是很简单的 好吧 好 那这样我们总结一下啊 关于初始计量 包括这个外购方式和自行建造 两种方式啊 取得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啊 以及初始成本的确定 那么外购的话呢 就是你买嘛 包括购买价款 进口关税 车辆购置税 那都是要记得 那不能抵扣的增值税 进行税额 那一定要注意是不能抵扣 那么还有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 安装费 还有专业人员服务费啊 一定要注意 跟员工培训费要区别 然后不需要安装 直接走固定资产 需要安装呢 走在建工程啊 安装完毕 那么需要安装的 把在建工程转到固定资产 那么对于自行建造 是吧 不管是自营的 还是出包方式 都这么算 那包括工程物资成本 加上人工成本 相关税费 还有应分摊的间接费用 那指的就是代谈支出 这个代谈支出 特别要注意 建设期间 工程物资的盘盈盘亏 以及应用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工程物资在购入的时候 是吧 借工程物资 带一项存款 几项税如果能抵扣 正常借一交税费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建造过程当中 是吧 不管是出包啊 还是自行建造啊 那就按照你那个成本 那就带一项存款 对吧 工程物资 原材料 库存商品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利息等等 所有的代方 是吧 那如果出包的话 往往就代方 就一项存款了 是吧 出包方式 是不是就只给钱就可以了 而如果你自行建 自行建造自营呢 如果是自营方式的话 那后面就有原材料啊 库存商品啊 工程物资啊 应付职工薪酬啊 应付利息啊 那就麻烦了 所以说出包方式 是还是相对来讲 要简化一些 然后呢 自行建造建造完毕 那就是达到 预定客使用状态 增加固定资产 减少再建工程就可以了 好 那么再来看 其他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 那么跟存货是一样的 接受投资 那么还是啊 以供应价值为基础 来确定固定资产的入涨成本 供应价值加上相关税费吗 他是这么说的 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 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作为固定资产的入涨价值 但是说了 不供应除外 那说白了 不就是以供应价为基础 来作为固定资产的入涨成本吗 然后进行税额 是吧 代方石油资本股本 那这个一定是谈出来的 跟前面存货是一样的 是吧 说这个份额 是谈出来的 然后差额到几资本供应价 或者固定资产 然后呢 非固定资产交换 债务重组 今年又嫁回来了 是吧 所以这句话呢 咱们18年时候就有了 现在呢又嫁回来了 因为又恢复了 是吧 这些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 那就按照我们第7号准则 和第12号准则分别来处理 我们后面呢 有单独的两章来讲这块内容 这块很重要 我们预计今年B和大T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吗 我们预计今年 非货品交换 债务重组 B和大T 那跟什么结合呀 往往就是跟固定资产结合 是吧 咱们这里的固定资产 那么做交换呀 做交换 那固定资产的 固定资产的如掌成本 怎么算呀 那通过非货品交换方式取得的 是这个大家 学到后面章节的时候 一定要 一定一定要 把它掌握住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 存在 弃制费用的固定资产 首先啊 说一下啊 这个考点啊 是难点 凡是涉及到这个 什么货币时间价值啊 什么贪销的 有些同学一概不会 是吧 凡是涉及到贪销的 什么贪于成本 什么实际利率法 所有的都不会 那你要小心了 是吧 虽然说它不是重点啊 咱们这个弃制费用 它是难点吧 是但它不是重点 因为近十年的考试当中啊 只有18年考试到判断题一分 但是这一类啊 这一类其实都是道理相通的 其实费用如果这个地方你不会啊 老师反正不是不是重点吗 那我就不学了呗 那你这个地方 其实你不会的话 后边讲到金融资产 你也不会 是吧 金融负债你也不会 具有这个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一些 交易价格 学到收入那张的时候 那你更不会 那后面这些都是重点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块啊 还是要理解 还是要掌握 还是要掌握啊 来看一下 弃制费用的概念啊 弃制费用啊 通常是指根据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 国际公约等规定 那么企业承担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等 义务所确定的支出 那你比如说油气资产是吧 核电站啊 等这些核设施啊 等的这个气质和这个恢复环境的义务啊 那说白了就说这是国家规定 这是国家规定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啊 是一家这个核电站公司啊 核电站 我现在要开核电站 政府把这个地啊 也披下来了 我在这片地上 我要建核电站发电 但是政府国家一定是跟你说了一句话 你没听进去 听好了 你将来核电站在 在这个关门的时候是吧 终止经营的时候啊 你要恢复环境 把这个环境啊彻底恢复 如果说这个义务 你不想承担 是吧 你说我 你说我就不想恢复 我就只管发电 那几十年之后的事 他早知道我管的管的了那么多啊 不签字是吧 不签字 对不起 你核电站开不成 政府不让你开 你必须得签字画压 说我这个将来 我关门的时候 必须要把环境予以恢复 恢复环境 不是一笔小 这个需要大量的开支的 好 这个时候你说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我不承担这个义务 义务 我将无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我再说一笔 如果说你不想承担这个气质和恢复环境的义务的话 你这个核电站将无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无法运营 核电站这些设施是不是固定资产 那就是说你不承担这个义务 你就永远不能确认固定资产 我们前面说了 确认固定资产的前提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所有的开支吗 有点说了 老师你这个开支 你核电站咋讲说四十年吧 这个气质费用 不是四十年之后才发生吗 是这个道理 是什么 什么道理啊 你讲不讲理啊 你要讲道理的话 你就明白全责发生质跟收复实现质什么区别 是不是 就算是四十年之后 我核电站才关门 终止经营 我到时候恢复环境 但是现在你就有这个义务了 它实际上是一个现实义务 它实际上是一个现实义务 那既然是现实义务 那必然的要确认负债 我们说了 所有的负债都是现实义务 这句话是绝对的 对吧 所有负债都是现实义务 只要是现实义务 那当然不一定是负债啊 那就要满足十大条件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那必须是现实义务 然后的话呢 确认负债 同时刚才说了两 我说两遍 是达到 为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才承担的这样一个义务 你不承担这个义务 你将永远无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所以说 这个负债最终是要同时要寄到 负债工程里面 我说了吗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的开支 那次负债工程 走固定资产呀 最终是寄固定资产了 所以说这里边呢 就是同时圈印象负债 并且要寄到固定资产里面 也就是说 我借方 写什么 借方 我写固定资产 好 那么代方 那就写这个负债 什么负债啊 预计负债 所以说借固定资产 带预计负债 说这么一个分路 有些同学呢 他接受不了 说老师这个分路好奇怪 那你要想一想这个道理 他就不奇怪了 好吧 所以建造的时候 我们啊 借固定资产增加 然后带再建工程啊 那么这个就是实际发生的建造成本了 是吧 呃 再建工程啊 因为咱们现在除了弃制费用之外 那肯定还有其他的建造成本啊 所以说再建工程减少 这个很好理解 就实际的建造成本 另外还有一块弃制费用的限值 由于弃制费用是发生在40年之后 50年之后 时间太长了 必须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这至少的啊 所以说要折线啊 一定的折线率 折到现在 我们就是我们财务管理意义上的本金 所以说带预计负债登加 明白了吗 明我刚才解释了半天 你千万别告诉我 老师还没明白 老师你刚才恭喜你 刚才你白说了 那我就真的无语了啊 我解释了很长时间了已经 这个弃制费用是为了取得固定资产 发生的开支 你不花这个钱 你不确认负债 你就永远无法达到余领科生状态 因此他显然是要借到固定资产里边的 跟其他的运输费 装卸费 安装费啊 专业人员服务费是一个道理的 好了 那这样就既固定资产了 按照期日费用限制 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时间足够长 一定要折现 每期确认利息费用 好 那就利息费用 多财务费用啊 因为时间足够长啊 所以说用期初预计负债 乘以实际利率 所以把它去利息吗 利息 那就借财务费用 是吧 待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这个利息 利滚利滚打滚 滚到滚了N年 N年之后呢 这个利息就非常多了 那这个叫中值是吧 弃负费用中值 也就是本利盒 前面呢 刚开始的本金 是吧 然后滚了40年 40年的利息加起来 那最终本利盒 那预计负债减少 带预项存款 就是说N年之后 基本是发生弃制费用 支出的时候 把预计负债充减 影响存款减少 那接下来看一个案例 甲公司经过国家批准 20某8年1月1号 建造完成核电站 核反应堆 并交付使用 建造成本呢 是250万元 好 这是实际花的钱啊 这个可是真金白银啊 所以说 首先是借贷债工程 带影响存款 这个我想大家没有任何意义啊 250万 预计使用寿命40年 根据法律规定 该核反应堆 将会对生态环境啊 产生一定的影响 企业应当在该项设施 使用期满后 将其拆除 并对造成的污染进行整治 预计发生弃制费用 是25个亿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25个亿啊 说的可是40年之后的事 这个钱可是40年之后的钱 我想请问 这个25万和这里的250万 能相细并论吗 不能 为什么 时间点不一样 所以说要对25万要进行折线 假如说 折线率是10% 那么核反应堆 属于特殊行业的固定 特定固定资产 那么确定其成本时 应当考虑期值费用 就是说是为了取得固定资产 而发生的一项必要开支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40年之后的这个气费费用 25万折到现在 达到一顿可乘状态吗 那就是限值也叫本级 我们知道用中值除以 一加折线率的四十次方 那就是限值 限值是5525 然后一年之后 那么第一年整个的利息 那就是用第一年的本级 是吧 气数本级 乘以利率 那得出来就是第一年的利息 5525乘以10% 也就是552.5 所以说做封路 就是借固定资产 2505525 再建工程250万 这个250万呢 是实际支出 然后预计负债 按照限值5525来进行入账 是吧 预计负债增加 所以这个呢 5525说的是 预计负债的本金 啊 前面说了吗 5525 按照这个来计预计负债 那么第一年应负债的利息费用 刚才说了 就是552.5 那么借财务费用 代预计负债 552.5 同样的道理 第二年的利息费用 那就是用第一年年初的本金 是吧 那么这个表示的是什么 啊 这个表示的是第二年年初啊 或者说第一年年末的本利盒 啊 或者是叫预计负债的太平成本 第二年年初的本利盒 那没问题啊 那不就是525加上525乘10%吗 把525提出来 那不就是525乘以1加10%吗 那说完了 525乘以1加10% 那就第二年年初 也就第一年年末的本利盒 也就是第二年年初的太平成本 是吧 然后再乘以是吧 10% 那就等于607.75 那借财务费用代预计负债 607.75 就这样反复循环算 算到40年 是吧 第一年年末 这是525乘以1加10% 那么第二年年末呢 就变成了525乘以1加10%的平方了 没问题吧 因为又乘以1个10%啊 这是第二年的利息啊 那第二第二年年初的本金不是前面说了吗 是吧 525乘以1加10% 好 这是第二年年初 然后再加上第二年的利息 那不就第二年年末吗 那这个607.75不就等于 525乘以1加10%再乘以10%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提取出来 提出来之后 那就不就是等于525乘以1加10% 再乘以1加10%吗 那说白了不就是1加10%平方吗 就这个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数学的一个运算啊 我希望大家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第一年末是一次方 第二年二次方 第三年第34年 第40年就变成了525乘以1加10%的40次方 很显然 他呢就正好等于这个25万万啊 所以说25万万也就是25个亿 就是中值 本金525那说白了就是限值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复利中值复利限值的一个运算 好 那这样就可以了啊 到第40年的时候 这个预计负债就变成25万了 那到时候直接就借预计负债 带一项存款就可以了 发生气质费用的时候 好 这是一个提示 由于技术进步 法律要求或者市场环境变化等原因 特定固定资产的履行气质义务 那么可能会发生支出金额 预计气质10点 实现率等的变动 从而引起原确认的预计负债的变动 那这下都了解就可以了啊 所以预计负债啊 说白了有可能会变 有可能会变 那么此时呢 我们应该按照以下原则 调整该雇定资产的成本 那第一个 对预计负债的减少 以该雇定资产账面价值为限啊 为限来去扣减雇定资产成本 那就是说 那减少了吗 啊 所以说那就是写分路的话 那就是借预计负债 说白了预计负债不就是反映的是限值吗 预计负债上是始终是反映的是限值 是吧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吗 也就是说整个的是表示 是吧 每一个时点的它的一个本利盒 啊 就是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那折现率都变了 那很显然是有可能变的 对吧 是吧 其实费用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40年的事谁说的准啊 说不准 对吧 所以说预计负债 有可能减少那就放借方减少 预计负债减少了 那当然了固定资产也得少 因为当时预计负债 是吧 当时预计负债就是记在了固定资产里面啊 所以说固定资产啊 也得进行充减 但是说了 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限啊 如果说把固定资产相应的账面价值充掉了 比如借方还有 这个累计折旧啊 当然累计折旧可以不用充 就是只充固定资产啊 说固定资产冲到账面价值 那最终是以账面价值为零为限啊 如果超过了怎么办 意思就是说 预计负债大 固定资产呢 小 那就有一个贷方差额 贷方差额超出部分 他说了 确认为当期损益 那我们准则和教材并没有说这个当期损益到底是什么 那应该来讲 比较合适的做法 那就是这个当期损益 应该就是说按照受益对象 说这个固定资产是受益 谁受益啊 哪个部门受益啊 固定资产折旧 寄什么科目了 比如说寄管理费用了 好那这个地方 是吧 那差额 那贷方那就充减 管理费用啊 如果销售部门呢 销售费用 是吧 生产部门啊 那就是谁受益谁负债 那就说一般来讲就寄当于损益了 对吧 所以是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分路啊 就写出来了 了解就行了啊 不用深究啊 这不用深究 第二个 对于预计负债的增加 那么就增加盖固定资产的成本啊 这个我你们就跟刚才相反啊 所以就借固定资产 待预计负债就可以了 按照上述原则 调整的固定资产 在资产使用 剩余的使用年限内呢 记题折旧 一旦该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结束 那么预计负债的所有后续变动 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损益 是吧 那固定资产成本都调了 那剩余的使用年限呢 我们也要把折旧 按照未来适用法进行调整 一旦该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结束 那就到了发生70费用的时点了 好 那么预计负债 所有的后续变动 已经当在发生时确认为损益 就剩下还有多少没有确认的预计负债 一次性的即当期损益 那你可以认为一次性的就财务费用了 把还没有确认为利息的这份预计负债 一次性的确认为财务费用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对吧 然后呢把预计负债调整为在气质的时点 是吧 它可能会发生的气质费用支出金融 那实际发生的时候 预计负债冲减 是吧 基业预计负债单行存款就可以了 好吧 这块呢 我觉得你啊 听不懂 这块整个债平啊 老师这块什么意思啊 就了解就可以了啊 所以整个这块局限于了解 那么不奢望大家对于每句话呢 都能理解透彻 好吧 了解一下啊 不用慎就 提示二 是吧 一般的工商企业的固定资产 发生的处置 报废啊 等等清理费用 一定要注意啊 它不随致致费用啊 不随致费用 那么应当在发生时 按照固定资产的处置的相关规定来处理啊 比如报废啊 那就进行以外支出 如果是正常的出售软让 那就以资产处置损 说为什么 为什么一般的工商企业他就不跟着这里的弃制费用一样啊 根本的区别就是一般的工商企业啊 他在将来处置报废的时候 那么这个处置费用啊 他上次叫处置费用或者清理费用啊 他根本不叫弃制费用 他叫处置费用或者清理费用 他的发生或者不发生 并没有是吧 必然的一个义务 是吧 跟固定资产的取得 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 也就是说 对于一般的工商企业 我再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啊 那对于一般工商企业来说 这个固定资产 他的是否能够达到预定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好 那么对于这个状态的一个达到 跟未来的处置报废是没有关系的 你将来你自己 你爱处置不处置 你不处置人家 别人也说不着你 这就是你自己决定的 你什么时候处置 什么时候报废 那是你自己的事 啊 国家也没有说 让你有各种这种义务 那种义务啊 说了 你将来你必须要处置的时候 怎么着怎么着 如果你处置的时候 不怎么着 不怎么着 你这个固定资产不让你用 没这些说法 这是一般的工商企业 这些机器设备啊 是吧 这个厂房啊 没这些说法 跟未来没有关系 那未来没有义务 是吧 没有这个气质的一个义务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 不管他 是吧 不管他 只有等到实际发生的时候 是吧 我们的固定资产 这个厂房啊 设备啊 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我把它处置了 我把它报废了 那那个时候 你在 该怎么做账务处理 怎么做账务处理 所以跟现在 跟固定资产取得的时候 是没有关系的 听明白了吗 这有理解啊 所以呃 我们的气质费用 这里讲的气质费用 只局限于特定的行业啊 比如核电站啊 也尤其资产 将来要恢复环境 将来的义务是影响 现在固定资产的 是吧 状态的 就是是否能够达到 预定客户的状态 所以未来的事 是跟现在有关联的 而一般的工商企业 是没有关联的 这样说清楚了吧 好 接下来看2011年的 一道单项选择题 2010年12月31号 贾公司建造了一座核电站 达到预定客使用状态 并投入使用 累计发生资本化支出呢 是21万元 这是早期年份 十几年之前的考题了啊 好 那么当日贾公司预计 该核电站在使用寿命 届满时 为恢复环境发生气质费用 是亿万万元啊 就一个亿啊 我们当然了 要按照限值来计算 其限值呢 是8200 好 该核电站的助长价值 那可以看到 这会考的话 非常简单 首先是资本化支出21万 然后呢 就限值8200万 那就是21万 加上8200万 好 那很简单 加起来也可以了 那你要注意的 就是不能按照这个啊 不能按照中值来相加 要按照限值 是吧 限值8200 跟他呢 跟这个资本化支出21万 才是一个时点上的金额 才能够相提并论 所以说那就是 21万8200 选择C项 这个题还是并不难的 分路 借固定资产 218200 贷再建工程 21万 预计负债 8200 2018年判断题 特殊行业的特定固定资产 存在气质费用的 企业应当将气质费用的限值 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没问题 同时确认相应的预计负债 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一项现实义务 是吧 气质啊 恢复环境的义务 要确认负债 所以这是正确的 好 同学们 那么关于第一节固定资产的确认和 处始计量 我们就讲解结束了 那本节近三年考点地图回顾一下 关于初始计量啊 那么外购和自营方式是考试的重点 那么其他的方式像出包啊 是吧 咱们教材虽然说有一个巨瓦的例题 但其实它的核算其实并不麻烦 是吧 并不麻烦 它思路还是并不难的 那么接受投资方式存在气质费用 最后面这个点呢 理解起来稍微有点难度 但是呢 咱们近十年 只有一八年考过一道判断题 所以说重点还是前面两种 外购和自营方式 对吧 当然了 初包方式你也应当掌握 因为教材毕竟是有一个大例题 咱们去年的话呢 就考到了计算题 好吧 好 这是本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到此结束 关于固定资产的处始计量 希望大家课下 多动手计算 好 本节课 学习结束 谢谢大家 下一节课再见